大家不要放棄 你要追這樣子的男生或者是女生 大家就知道有什麼方法 需要注意什麼眉感 因為我對於3號雙子座的故事 我實在印象太深刻了 我覺得變動星座的人都有這個特色 雙子處女射手雙魚 越得不到的越紅 或者是注意力沒有放在你們身上的 你們反而會想去征服他 所以你知道 我覺得這組我就是犯賤 你要找他說話 你要跟他說話 你要跟他說的話 或你對他說的話覺得好有趣 一直拍手 他反而覺得你很普通 你就是一個普通人 我本來就是每天粉絲就這麼多 你一點都不稀情 你就是粉絲而已 可是如果你是這個空間裡面 唯一一個對他的話題 對他的笑話 一點反應都沒有 然後還會去看別人 或者是對他看一看 然後好像沒有什麼反 沒有什麼好感 他反而會覺得很好奇 你怎麼了 你很特別 有 我覺得這一組人就是這樣子 所以也許在他們面前聊聊別人 或者是對他們的一些很好笑的行為 你也不要太捧場 他就會對你有好奇心 還有不要一天到晚 然後如果你們已經在一起了 不要一天到晚問他你在哪裡 你現在在哪裡 你幾點回來 我跟你講他們會想逃離 因為他們受不了這種窒息 所以不管是這一組的男生或女生 一律比照辦理 然後默默的其實 你就去做你自己的事情 你放著他走 然後甚至有時候還會說不要理他 你走啦 你走 你去忙你的事 他反而會一直注意 那你在幹什麼 對 真的 所以就完全要反其道而行 就是你很喜歡他 你要演得好像很不喜歡他 這真的是很變態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也會 就是我想要跟三號分手的話 我就一直黏著他 一直call他狂命的 對 然後他就會提分手 YES 對 激怒他 反其道而行對不對 他不告訴我 然後他就會聽笑說分手 就很開心 用對的方法 我那時候女朋友是摩羯座 我們就是一起做報告 所以才有進展 對 一定要這樣 要很刻意朋友介紹不行 一定要有機會相處 我都32歲 哪來班閃可以做 對啊 笑勘 所以不行 我就錄人 我都過50了 我還要跟你一起做報告 你為什麼不做報告 你奇妙 那要不然你就走第二條路 好 第二條路就是 事業有成 或你某部分非常精英 我覺得這一組人欣賞精英 對啊 真的 一定要有聰明的程度 沒錯 喜歡聰明 對 你在外面 很有場面 是的 他默默的就覺得 崇拜的感覺 這一組是這樣 你走精英路線 我剛剛講的這一組 我再補充一點 他們生病的時候 你要好好給他們用 對 老師是說真的人不舒服 對 不是你下藥讓他生病 不是他真的生病了 然後你去送吃的 你去送感冒藥 你半夜飛車來找他 這一組會感動死了 超重的 可是基本功的話 像剛剛這一組是 不要問你在哪幹嘛 可是這一組 我覺得基本功很愛問 也很愛被問 對 這一組很需要 就覺得好好 有覺得被在乎到 所以你也知道 我當然去說 他在裡面 對不起 有啦 他有在 他有在裡面 你用麥克風 你用麥克風 但是我告訴你 這一組記得問就好 如果你硬要衝去接他 他會不高興 對 你可以關心 問就好了 不要到門那個校 不能堵 不要到日本大班的學校門口 那一洞大班 不能出現 太危險 太多了 好 我們來看固定星座 固定星座 你追他 需要注意什麼麥克風 首先你不能長得太醜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麥克風 這一組 這一組絕對是視覺動物 金牛獅子天蠍水平 所以輕減肥 然後清潔 然後打扮有型一點好不好 直角要乾淨 真的 我們這一組 看到某一些倒胃口的地方 就已經沒有興趣了 不要說你做什麼 你是大好人都沒有辦法 對 真的 就給你好人卡 大好人卡 這是太陽嗎 還是說 太陽 太陽 我覺得這一組 也討厭小器 對 超大方 你大方 我就對你更大方 大方 兩川的就是這樣 還有 我們最喜歡什麼 我們最喜歡 我們都覺得自己身上有很特別的地方 這個是只有我這樣含心如虎的付出 他為什麼某些人都不懂 或看不出我這個優點 然後你竟然看出來了 那不得了 中 好準 這個好準 我今天一來 你們可能有一些男生有看到 有一個男生 他就拿了一杯果汁給我 是 他都以為你要9號 是誰 臉紅 超紅 超紅他臉紅 原來是蔡大哥 蔡大哥 蔡大哥 我們有見過麵嗎 沒有 我第二次來這邊 我對她一點印象都沒有 但是她今天 她拿了一個果汁放在我桌上 然後我就好謝謝 我把我包包放下來 我要再轉過去跟她講的時候 她不見面了 我吵一個 然後我就想說 是我 換你換你 換你 等一下 一個果汁還在 因為我要問她 你怎麼知道 她有講一個你的果汁 我想說果汁 而且是我不認識的人 我才不敢喝 她就是樓下的鳳梨蘋果汁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我看媳美姐的直播 然後你那時候說 鳳梨蘋果汁很容易消水走 而且還可以解宿醉 好貼心 其實我想要補一下 射手座 有 射手座有的時候 還滿新興的 對 就是小地方 其實我們是很開朗 但是都會被人家誤會心 但其實如果對於 其實我們注意的 射手要專情很專情 對 沒錯 你看 在這裡我跟紅糖認識最久 跟老師認識最久 我也不知道她喜歡喝什麼 她也不知道我喜歡喝 除了酒 你喜歡喝酒 我喜歡喝湯 我們只知道這個 她竟然會去注意到觀察 那麼細膩 很小的 而且直播每次都要被 規定要直播很久 對 然後我已經開始不耐煩了 她有時候幫她講什麼 你好認真在進去 好認真在看 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12個Loser 12個Loser 你們牌子就是4年 8年 結果沒結果 不然就是跟人家曖昧 什麼又跟前男友附和 幾位Loser 要跟7號 蔡董學習 而且很敢 不是很敢 沒有很敢 就是一點點 我們只要那麼一點點 我告訴你 我把你放在這裡 可是要把 我們要放在你桌上 拿給你這件事情 是一個 要鼓起勇氣 是因為射手座 有一點像嫩牛咖的感覺 什麼意思 沒有 就是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我覺得這個出發點是一個 那個是因為你是基本功 因為基本功的人都想太多了 他是射手座 他是變動星座 我覺得變動星座 就是很自然 對 他會很自然 而且放下 他們的好處 還有重點是放下果汁 要馬上散 人也不見了 他們的好處 不見了 人也不見了 你才會記得 如果他一直處在那 新美姐可能也會覺得 你到底要告訴我 你要站多久 他馬上就不見 這個時候才聊 這真的很 他的好處壞處 就是也可能是沒大沒小 或者是沒有在怕大人的 可是我覺得你們摩羯 摩羯 或者是這一組的基本功的人 都是想太多 譬如說你們就會長幼有序 我來這邊就是要 好好地說幾句話 請安 如果想不出來 該說什麼 你可能連這個動作都不會 真的 真的 所以這一組 反而可以軟腳腳 你知道嗎 很多女孩們 就是希望你們多一點點 細膩的那種思維 或膽大一點來突破一下 對 好不好 就不要想太多了 然後招數也不用那麼多 也不用交那麼多星座的朋友 說紅這是妳的錯 好不好 解決了 朋友太多 希望你們趕快找到你們的 阿娜達 謝謝你們 謝謝